接下來要上的東西叫做化學反應的現象 如果發生化學反應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那我們後面會跟會講就是 發生這件事情你可以確定有化學反應發生 化學反應會有一些能量的變化 會有吸熱跟放熱的情形 同時會產生性物質 所以可能會有沉澱 可能會有氣體 可能會有顏色的變化 我們就會告訴你本來沒沉澱 後來有沉澱 表示有新物質 所以有化學變化 本來沒氣體後來有氣體 表示有新物質 表示有化學變化 第一個是吸熱跟放熱 國中學的大部分都是化學反應 都是放熱的 所以我告訴你說放熱不用備 燃燒是氣墊的氧化 會放出光額熱 所以燃燒必放熱 酸鹼中和放熱 鹼鹼主加水放熱 鹼鹼主加鹽酸是放熱 那麼吸熱 這是少數吸熱 把吸熱背起來 沒背過就是放熱 國中所謂的吸熱 不見得是吸收熱 只要吸收光吸收電 我們都叫做吸熱 就是吸收能量的意思 比如說電解電渡電面 要吸收電要吸熱 比如說光和作用要吸收光 我們說它是吸熱反應 這個是吸熱受熱分解 我們學過誰會受熱分解 酸氧水會受熱分解 碳酸鈣會分解 碳酸氫鈣會分解 碳酸氫鈣會分解 碳酸氫鈣受熱分解是一個重點 氧化孔血色烤過 氧化孔受熱分解 這都是吸熱 化物的分解大部分都是吸熱 因為吸熱熱才把它斷開 把它分開來 好看 還有 加熱去解凝水的 國中學了兩個 一個叫做濾化雅菇 有水濾化雅菇 無水濾化雅菇 要記得顏色 要記得顏色 還有一個叫硫酸酮 有水硫酸酮跟無水硫酮 一樣顏色要背 顏色要背 最後就是吸熱跟放熱 吸熱跟放熱 加熱去解凝水 那麼還有 尿素甲醛素質聚合 尿素甲醛素質聚合 本身是一個吸熱反應 可是我們在實驗室做實驗的時候 摩氏管的燙是放熱 那原因是因為它加了濃硫酸脫水 濃硫酸加水是放熱 所以它的熱是來自於濃硫酸脫水的關係 這就是所謂的吸熱反應 請你把吸熱的背夾 小安甲跟食鹽溶於水 雖然我們國中教你的時候 說溶解是物理變化 但我說的話有問題 這話是有問題的 小安甲在水中會解離 食鹽那時候也會解離 所以不應該說它是物理變化 他們小安甲溶於水會吸熱就烤過 而且是你當初做實驗的時候 叫你摸過的 溶解是熱還是冷的 冷的 然後它是吸熱反應 OK 所以這件事 你要記住的吸熱變化 你沒有背過的就是放熱 沒背過就是放熱 OK 然後同時會有沉澱 這是一個重點 減土質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所以氯化碑加碳酸鹽會有碳酸被沉澱 蕭酸鹽加硫酸鹽會有硫酸鹽沉澱 這是一個重點 減土質的碳酸鹽跟硫酸鹽 就是碳酸減土質 硫酸鹽酸鹽會沉澱 白色的 白色的 OK 這是一個重點 然後 這是一個減填二氧化碳的方法 澄清水水通過二氧化碳 會產生白色碳酸鹽沉澱 這也是減土族的碳酸鹽 點化甲酵酸鹽 這個是會產生黃色點化鉛沉澱 黃色點化鉛沉澱 這是當初要做一個實驗的時候的東西 另外還有一個也是實驗的材料 叫做硫酸酸鹽加鹽酸 這在做那個溫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的時候 做過這個 會產生黃色的硫酸鹽 所以這個是黃顏色的硫 前面有一個是黃顏色的點化鉛 這兩個沉澱不是白的 你要背 這兩個沉澱不是白色的 你要背 不要背 因為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就是產生了沉澱 本來沒沉澱 後來有沉澱 所以我確定有化學反應發生 然後會產生氣體的 本來沒氣體後來有氣體的 所以知道有化學變化發生 第二個叫做產生氫氣 這是一個在酸的通氣 要你背的重點 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會產生氫氣 所以新加鹽酸會產生氫氣 這個是當需要你背的活性的次序 假鈣辣美女 假鈣肥鈣可以探心的次序 這個東西 活性如果比金大 叫做活性大的金屬 所以你倒過來背 紅拱銀波金 活性比金小 不叫做活性大的金屬 紅拱銀波金不是 其他的算不算是 OK 可是一個人產生氫氣 然後呢 減金屬跟水作用 減金屬跟水作用 減金屬跟水作用也會產生 減金屬跟水作用也會產生氫氣 給大家看一下氫氣 還有電解水 我們在電解水的時候 加了氫氧化鈉 我跟你說可以加硫酸 可以加硝酸 但是不可以加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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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為了要幫助打電、炒電 那麼它的負極產物呢 就是氫氣 這個我在給各位內本總整理的講義裡面 有幫你整理過 會產生氫氣的哪些反應 你可以看它就一起把它背起來了 就是會產生氫氣的反應 可以嗎 可以